我是茫茫搭的茫茫老师 我叫周周老师 小周 小周 对 我是小周 我们还有十个新朋友 我们要跟老师们演出两首歌曲 如果说当一个不算交流的老人 和一个个性比较鲜明的孩子 图合在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这个晚会啊 这下来乱就这样了 今天21点10分 沟通对于每个人而言 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它是人际交往和社会合作的基础之一 这么多100分 对于孩子的教育而言 良好而有效的沟通尤其关键 我跟他话都不理我 但我们很多家庭 对于什么是良好而有效的亲子沟通 却吱吱不读 人有的时候只是要一个拥抱 但是很多人不懂 大人也不懂 因此我们设计了一个 关于沟通的熊猫实验 你好 小熊猫 你好你好你好 通过对这一实验的观察 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 良好而有效沟通的原则和方法 从而在家庭当中 提升与孩子沟通的能力 我们进行竞争做桃艺吗 哇 哇 好不好看 好 我在进去干嘛 你这为什么没人 好吗 小熊猫 对 待会呢会有一个新的朋友来哦 但是这个新的朋友 他有一点点怕生 他只希望跟小朋友交流 所以呢老师想 希望你替我去跟他交流一下 好 好 你好啊 你好啊 飞飞 你好啊 谁啊 可爱的 小公主 看看我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看到了 你好啊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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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飞 那我叫你小桃桃可以不 可以 摸摸大熊猫 好的 好 你叫真正是吗 你就看你要吃什么东西呢 熊猫实业 它主要的目的还是在考察我们孩子 沟通的能力交流的能力 对对 从孩子的角度他是要来交信朋友 在这里面熊猫是吸引了孩子还是不适应孩子 那么这个时候才能问什么就别的尤其的重要 不同的交往方式 孩子他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对 我们大熊猫特别喜欢小朋友 你摸摸他 好 你没敢往前走啊 可是我害羞 那我特别喜欢你 你摸摸他 我都能感到你的小手的温暖 是啊 食物 你摸我的大脚丫子了 猫 你摸得我得饮腰肉了 我可不好受啊 你摸我得饮腰肉了 寶寶用抱一个 正好 真好 那我的脚有点疼 你可以帮我揉一揉摸 嗯 谢谢玲玲的关心 我们的银银奶奶 特别有代入感 对 他们让孩子抱抱她 让她摸摸 认为自己就是熊猫了 所以她通过一种感受 来建立一种情感的交流 然后去引导她 放下于陌生的见证防备 然后很好的交流和亲近 你这样做不对 打疼我了 玩具不能随便扔 请你把它拾回来好吗 这有两个 有两个都拾回来 真乖 你真是听话的好孩子 下次不许再扔了好吗 你可以把小木马放回原处吗 还把你刚才玩过的玩具 放回原处 真乖 你真好 真是我的好朋友 很听话 对威尼这样一个孩子来说 这是很难得的 对 张奶奶她会把自己放到 那比较落实的一个位置 让威尼感觉到 她被人需要 才能激发她自身的责任感 是 那个奶奶好有办法 你喜欢读诗吗 喜欢 我听过李白的那个体验课的诗 你念一下给我听一听好吗 日照香如山紫烟 摇看瀑布挂全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影视银河落九天 太棒了 太棒了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引导他们 让我们每一个孩子 能够协得好的交往模式 能够交到好朋友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 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示范 你好 你们好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小孩子 然后我也很珍惜 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光 其实我觉得 我还是挺有招的 要吗 要 好 拿去吧 你乖不乖 你看萌萌老师 给你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能不能到萌萌老师这儿来 可以吗 你看我都给你准备了好吃的了 我这次来 其实我真的就是 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因为我真的对于这个育儿 育儿方面的育儿经 真的是没有很多的经验 不是没有很多经验 没有经验 所以我也是 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怎么去跟小朋友相处 怎么去教导他们 感觉形势很严峻 里面 看看我们的许位之后 他们能不能搞定 这谁也该的 你们好呀 嗨 你们好 嗨 我的东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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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呀 小梅老师 我是小梅老师 小梅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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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哎呦 来 来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跟小朋友做一日好友 哎 王老师 这里哪个孩子最淘气啊 我自己觉得啊 叫维尼的这个小朋友 他比较淘气 他不太会表达自己 他就会以扔东西来引起你的注意 他是东北的 他叫王一霄 但是小明就叫维尼 四岁了 骁勇善善 对对对 我喜欢 啊 哎呀 我喜欢 真的吗 乖的孩子 哦 乖的孩子 乖的孩子 哈哈哈 老师 小心这帮人 这帮人很淘的 很淘的 哎 哎 我要生气了 我要生气了 做好了 哎 不能捣乱 哎哎哎哎 哎 哎 捣乱 我生气了 嗯 哈哈 搞不定的呀 哈哈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用冷处理 或者不理睬的方式 可能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 它必须的把吸引力 对 吸引到活动上来 整活动上来 宝贝们 我们先坐好 好不好 好 我也坐好 好可爱 然后老师也有小礼物给大家 好不好 徐老师也有礼物给你们了 我要 先坐好 安静下来 你看唐唐做得厉害 你看唐唐做多标准 我天哪 你们真乖 听话的小朋友有礼物 不听话的没有礼物了 你看你们两个是不是要没礼物了 你们要没有礼物了 好 都做好了 但是其实如果仅仅用礼物去吸引孩子 进行一种行为的规范化 其实也有弊断 对啊 也因为对孩子来说 会带来其他很多的问题 因为他老会变成一种外部强化 不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的说服 第一次见面 用送小礼物的方式来拉近距离 也是人际交往中很好的方式 尤其是和小朋友 但是啊 送礼物不能作为一个长期和平凡的手段 来吸引和讨好孩子 否则长期下去会载易孩子学习的目的 也会降低孩子主动学习和体验的兴趣 这个多的把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给你们礼物的是某某老师 某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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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哎你哎你 某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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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叫什么 我叫周周老师 周周老师 周周老师 对 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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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是小周 其实今天呢 我们还有十个新朋友 谁 好了 我们要准备去见新朋友了 准备好了吗 知道 老人们其实昨天都已经见过这些孩子了 对 但是孩子不知道 对 没这个 哪个是那个李莲 李莲那我给你 是那个那个拿小白兔 对对 拿小兔子那是李莲 对对对 站好了 站好了 你这个倒在嘴我还没见你了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 快点 好气啊 好 同学们 我们今天成长营的新朋友 这十位老师 他们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老年合唱团的老师们 掌声欢迎他们一下 好 还有就是这些爷爷奶奶的老师们 也是你们的老师们 我们要跟老师们排练演出两首歌曲 一首是红音传染 一首是超级牛牛牛 好的 红歌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这有一个残层的问题 但是我们老人和孩子也是一个残层的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希望是借助于这样一种唱歌 是这种红色基因的残层 然后让孩子和老人之间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吧 实际上很多时候天然能够承担起教育的工作 同学们我们完成这个任务只有36个小时 而且我们要在有400人的场合 有400个观众来看我们演出 所以你们在这十个老师当中选一个 跟你们一起成为一日的好朋友 所以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任务 其实孩子们唱歌 其实应该基本还是会唱的 对 但是要变成一个合作的话 对 如果说当一个不善交流的老人 和一个个性比较鲜明的这样一个孩子 当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他们能够完成演唱这个训练这个任务吗 我觉得非常非常期待 我觉得他可以 男孩抓紧点时间教教他们 我觉得他们很聪明 我觉得大概率 雷雷和维尼会不太老老实实在那站着 我对这一个演出 其实我没有抱特别大的希望 我觉得他走到哪一步 都是我们努力地协调和沟通的 结果 你们跟十位老师自行选择一下 看 张张 小张张小张张张张张 你看看这个老师教你呢 老师教你呢 爷爷抱抱 张张找了爷爷也抱不动 日照香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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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紫叶 摇看葡萄像 Bere一支 press 笨 至于很笨 你看你看她俩玩了 你看张张和他爷爷玩了 你看那个 你看她俩互动很好 已经跳上了 维尼还没选呢 维尼 我叫维尼 维尼 你好 市小安 小梅小曼安 蒙蒙老师一会儿叫你弹钢琴好不好 维尼 你看 我帮你转转转好不好 维尼 梅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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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真挺不出来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挺有招的 我喜欢公奶奶 因为我觉得她长得美 哎 抓 抓着我回 贴着啊 现在有两个人选了一个奶奶 哦 有一个奶奶有两个 哦 这就是那个自己说最不会带孩子的高奶奶 因为我一直没怎么带孩子 所以我在这方面还是不太有什么经验的 我喜欢是听话的乖孩子 听话的乖孩子 喂你 你想跟高老师是不是啊 你想跟高老师 那桃子你过来跟我好吗 桃子你跟王老师好吧 距离小点好了不距离 你距离吧 下一个 听下好了吗 哎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那你们现在就分开去练习吧 好吗 哎 你刚才跳的那舞挺好的 就什么牛牛牛对不对 哎 你先叫我跳的好吗 好 我教你 这是招呼的实在 每天都最新闻大爱 我为是夜中传统的小孩 张张是带着爷爷来减肥 一样 哈哈哈哈 爷爷回头马上一看一天一万五千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嗨 张张 萌萌老师来看你了 嗨 萌萌老师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好不好 好 要爷爷 哈哈哈 要爷爷是吗 对 可以 能不能到萌萌老师这来呀 可以吗 你看我都给你准备了好吃的了 可以吗 今天爷爷来陪我下车 今年爷爷辛苦了 哎呦 爷爷陪你来上课 爷爷辛苦了 是吗 哦 好难心哦 我们要不要来唱个妞妞妞好不好 好 她欺负你妞妞妞的妞妞 她好可爱 她都把我想生二太 这么一个可爱的儿子 太好玩了 我觉得她好萌 爷 姐 你来 那美女我没法搞完 她都不理我 她不是很喜欢您吗 她喜欢我去那去 人家宅宅的干什么 她跟人抢什么 我跟她说话更不理我 我跟她说话更不理我 干嘛 她要跟人家在那抢她说呢 威妮 威妮 奶奶跟你说话你老不听 你得答应啊 奶奶叫你 你是不是应该答应啊 我跟前要有别的孩子她就来了 别的孩子一走她就离开我了 我问她话都不理我 我问她话都不理我 我不知道怎么开闪 你俩这愁的呀 这孩子怎么整啊你说 他马上就点湿了 这镜头太经典了 我拿你也没办法了 就这么着了 你好 小妈你到底 你看看 要吗 要 好拿去吧 有奖励了 谢谢 不客气 我想吃面包 你知道为什么宅宅有面包吗 你想一想为什么 没什么人哦 刚才不是学唱歌了吗 刚才不是学唱歌了吗 为什么宅宅有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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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宅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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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宅 宅宅 等会让你唱啊 等会给你机会唱 看你唱不唱 我宅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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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妮 你这次表现不错 威妮表现非常好 我们都给威妮掌声 好不好 奶奶给一个巧克力 主动 主动了 主动了 谢谢奶奶了 开心吗 可以 笑了 听我说话 听话 我现在是导演了 请注意啊 我是拍电视剧的 有一个鼻孔 这么多一百分给你 五 六 七 八 你是不是理工男呢 抱着大萝卜 跑啊 看着我 你别说你不说了 看着我 你们两个 你别说啊 菲比 哎呦 怎么了 菲比啊 老师爸爸啊 我们今天主要是有任务 我们主要是把歌唱好 先不哭了 好不好 好吗 好 来 我检查一下 歌词记下来吗 老师们记下来了吗 没记这个 这个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无论是老人 还是小孩 我们都要接受他们 不在我们的预期之内 我们这一期的训练目的是 协作与沟通 但是它带着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谢谢啊 就是登台表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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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 这个舞台的事件 变得尽量的专业 庄姐啊 现在这个进度肯定不行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你跟周周一人带一组 男女分开 然后我带老老师们 先练小孩的那个歌 我们试试一对多 可以啊 好不好 那就男孩留给萌姐 行 可以 有挑战一些 我们已经决定了 萌萌老师来带男孩 行 行 好 当孩子们非常吵闹 当老师们特别劳累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得稳 我不能乱 如果我乱了 我们整个氛围 就可以更加地坍塌 因此我就想了分开排练 去把他们做了分解吧 因为她本身就是做音乐的嘛 所以她对这个演出 她是有要求的 但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 我认为这个过程本身更重要 只要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感受到与长辈 同伴和老师们 有效沟通的快乐 今天的这个课程就是成功的 换句话说 我完全可以接受 成人理解的表演的失败 我觉得都挺重要 你努力过了 你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那你可能下一次那个过程 你会更加愿意去付出这个努力 我觉得过程和结果都重要 太看重结果 实际上有的时候会目的颤抖 反而会做不好这件事情 我是不在于结果的 想出过程就可以了 我觉得最主要是这个过程 她只要开心就好 她付出了一些努力 然后有一些记忆 我觉得就很好了 我觉得登台表演这件事情 它本来是严肃的神圣的 小朋友们从小建立对舞台的敬畏感 舞台必须是专业的 激级之下 超野民 我已经萃生起飞游 号出来 牛牛牛牛 大步向前走 不要小看我 我们就是战满牛 哎呀真牛 我也不是你眼中传统的小孩 因为温妮够 我都玩得来 看几方便我还能摆 能摆摆摆 我已经把这个给抓下来了 你跟温妮说对不起了吗 没有 看 怎么了 痛了 我的脸都不坏了 没事 来 我看看 没事的 孩子饿了 吃了吗 但我疼 疼不疼 来来 过来 不过来 没事 过来 你为什么要伤害人家 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不再听你说话 在最近玩心情 如果再有大的孩子欺负你 你是不是也会不开心 不会 你要跟温妮说对不起 我 我绝不会再开心 为什么呢 你刚才是不是又抢人家东西 然后又打人家 你必须要说对不起 我不会 你跟温妮说对不起了吗 没有 你要说完对不起 我再续说维尼的事情 一件一件事情来解决 好不好 别叫你弄我的恐龙带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 给我夸手 奶奶 你不可以这样 她弄我的恐龙 她弄你的恐龙 老师会教训她 你不会教训她 给我回来 对不起 一直跟她好好说 她是完全听不进去的 这个时候需要让她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可能会让她感觉到 我的压力和一种严厉吧 嗯 奶奶 你现在年龄最大 你为什么欺负小朋友 你这样是不对的 知道吗 你这样吧 你自己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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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饿了 老师发面包了 可以可以 都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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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老师发面包了 没的不可以去 没的不可以去 砸到我了 你干什么 张萌老师急了 分析了 就进入了群体的对抗 在雷雷开始 有一点失控的时候 开始攻击别人 甚至到伤害到 其他小朋友的时候 我是感觉到 雷雷压根就觉得 她这样做没有问题 我是觉得很危险 我应该及时地 制止她这个问题 让她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 我告诉你 你乖一点好不好 我是你 我觉得萌萌老师 有点急躁了 我实话说 确实有点急躁了 她其实知道她错了 但是要有个台阶 对小男孩 还是要凶一点 对 不然压不住 我觉得她反映的是 一个正常家长 处理孩子的一种方式 如果我的安安这样子 我也是这样来教育她的 不是 小孩在发泄的时候 她其实太有情绪了 人有的时候只是要一个拥抱 但是很多人不懂 大人也不懂 对 但是如果到社会上 人家不了解你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可能别人就是要 至少在激烈碰撞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大家冷静 尤其是当成年人对小孩的时候 而不是说 你给我安静下来 你给我现在听话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听话 你敢动我的垃圾桶 你先别走 你先去那边 你小心点 雷雷 你先听我说 你为什么不开心 雷雷 我们还是欢迎雷雷归队 好不好 我们还是给雷雷一次机会 好不好 如果她还这样 如果她还这样呢 怎么办 所以你们不希望给她机会吗 不希望 我也不给你们机会 她们这种方法是不对的 对抗的方式 对 我生气了 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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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很乖的 对不对 雷雷 雷雷 当她不接纳她对立她的时候 其实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她的一些 应激性的反应 对 她会感觉到大家都针对着她 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状态 我没有想到 会是有一个雷雷这样的一个孩子 因为我其实没有遇到过去沟通 会没有太多结果的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我当时是有点傻了 你说维尼她也挺淘气的 但是我跟她说我这样做不对 她马上就知道 她是有知道 说这样自己做的是不对的 你就说对不起 让她出去 让你们出去 让我出去 你怎么这样呢 你为什么老闹脾气呢 你乖一点好不好 你打脚了 这个方式与她无效 她会比你更硬 其实张芒老师她的点就是 你伤害了别人 你一定要道歉 就是这个点 她在这个点 我同意的当然要道歉 但是首先 现在的小孩因为 不是这样教育的 我的意识里面 还是就是要强调这个是非观念 你要 做的一定是要及时纠正 是的 还是应该用温和的方式去引导她 去说那个对不起吧 不然那句对不起说出来也没有意义 所有社会的人都会去惯着你吗 我是惯着 我们今天讨论的行李还是尊重 你光尊重她了 我光理解她了 然后她无法无天了 因为她不断地在探你的底线 无法无天的时候是有那个边界的 我的这个尺度和您的尺度是不一样的 人真的是有很多种可能的 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这个东西去固定 说一定怎样是好的 如果我强制地跟她说规则是这样的 她可能在里面压抑得很痛苦 当然在集体中的话是个问题 就你最后最后的底线 加持包容你的那个地方吧 我觉得雷雷妈妈她的观点是对的 她是比较尊重孩子 因为她小孩子她理解能力是有限的 她不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她道歉 其实一开始我是不赞同这种雷雷妈妈说的话 但是后来想想就是说 我可能生活中对孩子也缺乏这一点耐心 或者是尊重 现在家长肯定是要尊重孩子 但是不是说所有事情都需要用尊重来去判断这个事情的对错 我觉得孟姐的表现其实挺好的 我特别理解她 因为我们都是在严厉的管教下长大的 她可能用了非常严厉的方式 但是她的那个爱心是在的 因为她还是希望她学到好 孩子她对于对与错 是与非她这个分界还不这么清楚 在如果他们犯错的时候 错的就是让他们改正对的话 奖励他们 教教他们 每个人她的家庭教育观念不一样 这个没有谁一定是对或者一定是错 你自己出去冷静冷静 想清楚了你再回来好不好 我也不会出去的 你自己出去冷静一下 你快点把那个 找个人把雷蒙星带走 你自己出去冷静冷静 想清楚了你再回来好不好 别忘了我再忘了 好 我们先 我有恐龙 没有恐龙 我反正也是角色上身了 以一个老师这样的一种来讲的话 那我就是说 我是不是能做点什么 之前是想承担更多的责任 想发更多的光 发更多的热 尤其是涛涛老师说 孟姐 你去搞定男孩的 我当时觉得有一种 好 我来搞定他们 那时候可能确实实 还不是很有经验 她已经超出了我的这种能力范围了 我真的是需要得到一些帮助 老师们好 张牧老师 我们真想找你呢 这已经有点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 是吧 我不知道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到底应该怎么办 因为她真的真真正正的 一直在伤害其他的孩子 我也想听听专家的意见 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妥的话 我也愿意去反思一下 其实孩子真的是多样的 所以你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孩子 有情绪化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我能理解 但是刚刚做的做法 确实是不对的 就我不应该跟她对抗 对 我作为一个老师也好 就是我可以不用管 我也可以好好试试 我也可以躲着她 但是我不是那种 愿意逃避的人 我是要想各种办法 作为大人 一定要去告诉孩子 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这个上没有错 但是语言和方式 我们是有底线的 你怎么这样呢 乖一点好不好 你出去好吗 别忘了我再忘了 没有口龙 没有口龙 他出去的时候 他一直信信念念地想着 他的那个小恐龙 我们把它叫做安慰物 就是对每个孩子来说 他在情绪结冻的时候 有那么一个安慰物 陪伴着他 对他的情绪的释放 是非常有帮助的 他想带走恐龙 其实这个时候 就应该让他带走 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雷雷也是不安稳 他拿一个手要来打我 这个时候 我把手轻轻拿住以后 把他的手放到我的嘴边 清了一下 出乎意料地 雷雷整个人是什么 松弛下来 不再有任何的行动 他其实是一个缺乏善意 和爱和接纳的孩子 对于雷雷而言 你不能用一种强对抗的方式 跟他进行接触 一个很重要的叫隔断 抽离 冷下来 然后再重新接纳 冰冻三次 非一日之寒 孩子的问题的形成 也不是一天形成的 所以解决这种问题 他也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 可以 可以 我现在知道了 跟编教授他们聊完之后 我也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一定不能放弃 任何一种可能性的孩子 可能这是一个 从长记忆的这一件事情 我现在是接受的 我相信他一定是很聪明的孩子 可能我们再去细分析 每个孩子他的情况 然后帮我跟家长去聊 怎么样能够让他变得既特别 然后又可以 更加好地融入到大家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打开老师 你们练得 跟周周老师练得如何了 还行吧 好 我听一下洪心歌 给你吹吹背 谢谢 太好了 太好了 哎呦 老师太幸福了 哎呦 天呐 有个女儿太好了 好 准备 准备 而且我们看台本的叫风 我不能逃走 小土 对 你们想看我 我就是大发羊 你们就是这么娘 王姐 你不要到女生那儿去 休息会 把周周给逗过来 回去吸花养了 对 你吸花养就去 怎么样你 姐 萌萌老师 你也不病 我觉得我的工作 比你简单一个 没有 我那儿特别好 完美 真实 真的吗 特别乖 然后王老师让我换一下你 那边特别好 然后让你这边辛苦 让我陪陪他们 行 我过去过去会看 那边完美 简直都一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好嘞 我要走了 拜拜 别想我 拜拜 你要干吗 我想看一下 感觉形势很严峻 里面 来啦 好 兄弟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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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现在就是没唱 可能要再练下唱 我孟姐说特别好 我那儿特别好 特别乖 完美 简直 愿意 大家来 我看 Peace 男朋友还跟爷爷们们打招呼 孩子们 男朋友 过去念得怎么样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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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还跟我说什么都好 我一进来我就给按在了地上 六个人把我按在地上 莱莱 老师给你说句话行吗 老师给你说句对不起 过来 莱莱 老师给你说句对不起 莱莱 老师给你说句话 给你说句对不起好不好 好不好 我觉得莱莱可能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她 当莱老师说我不对的时候 我觉得我首先第一我也回去要再多学习 但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老师的冷暴力和放弃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反正我今天的举动我是没有放弃她 有的时候你反而可能是一种 要去配合和成全 老师们 同学们 我们现在去合牌 得了 合牌去喽 一个随时到摩提大楼 可以 打打打打打打打闹 快点 集合 快过来了 下站 和尚团的老师们 麻烦我们先站好 先不管小朋友 这个晚会啊 真是乱 够呛 我总觉得 达到太好的效果 那些都是管不住了 这个歌也唱不了 那整个孩子们 就在这个台上 呜呜呜呜 有时候追不着 别说唱歌了 他现在能把这些人 能组织到一起 就得花十分钟 就更别说排练了 我今天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我特别像生活中的我 上有老下有小 中年人太不容易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痛苦的挑战吧 就是照顾两代人的一种挑战 唐塔 来 桃子 过来一下 那个然然 快 过来一下 我跟你说 你们是女生 你们现在 先在老师那儿站着 给他们做个榜样 然后男生就慢慢过来了 好吗 OK 去吧 去老师那儿 小薯条 你看别的同学在干嘛 我怎么感觉一瞬间就 都OK了 王老师其实 不管多乱的一个场面 只要有他在 总能有一种方法 让大家安静下来 总能有一种方法 快速地推进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和目标 好 我们现在赶紧来合牌一下 我自己是中央院选的教授 我自己带的学生 从小学一直到博士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 用非常职业的眼光 和方式去管理 和规划他们的演出 走了 宝宝们 切办了 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还有肉 还有什么 还有鸡蛋 还有鸡蛋 还有辣椒 还有这个 好了 好了 好 同学们 我们今天跟老师们相处得愉快吗 愉快 愉快 所以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们给老师们盛菜可以吗 可以 咱俩 谢谢你 辛苦你了 奶奶 你要哪些我给你尝就行了 奶奶晚上吃不多 吃哪个东西我给你弄 好啊 我给你倒饭 倒饭 好 咱俩真棒 她知道照顾我 这车楼是你的 好 是我的呀 好 谢谢 叉子 叉子 可以 老人和孩子 老妈就有成成的意思 文化的成成 好品质的成成 老人曾经对我们的贡献 对我们的付出 然后我们进而怎么样去回报他们 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呢 让孩子和老人 自己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吧 懂得怎么去沟通 这都是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 应该学会的一些东西 好 那我们要有一个正式的入营仪式 就给你带上你的小名字 马其妖是我们第十二位小朋友 快五岁了 是钢琴小公主 好了 大家招呼 马其妖 这容嘟嘟的 你看大眼睛 好漂亮 新家长来了 大家好 很高兴认识你们 我是马其妖的妈妈 马上三十岁了 我现在是全职妈妈 全职在带她 其妖她比较勇敢 比较自信 情感比较丰富 特别希望跟所有人做朋友 今天要和新朋友们 然后我们要一起要合唱歌 你听过有一首歌叫做红星歌吗 红星转转 风光彩 混得多 你怎么会这么多 多才多艺 那然后那个超级舞 你也会 你怎么都会啊 她很喜欢学钢琴 各种音乐剧 芭蓝舞剧啊 我们都会经常带她看 所以她可能就沉浸在这个环境中 她就对这个就很喜欢 很有兴趣 她真是有天赋的 真不错 谢谢 她很喜欢 她完了 哇 好棒啊 妈妈为了让我好好谈情 但是我就是不听话 每天我平行的时候 她都会给我吵一次 动板眼那个 哈喽 你们吃的怎么样 哇 周周老师带了一个 小公主啊 好漂亮 好漂亮 老师 我学校也有一个 很漂亮的 跟她一模一样的 你觉得她漂亮吗 漂亮 大家好 我叫马其洋 今年四岁了 我是一个 独一无二的小朋友 我会照顾 照顾我自己和我的 我的同学们 还有我呢 照顾我吧 好嘞 欢迎你 欢迎你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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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你以后在干啥呢 我能给了 对 来 去这儿 弄饭吃了 好 弄饭吃了 好 好 来 我们都不认识她了 你知道吗 一夜之间长大了呀 威妮 她端了个什么 端汤呢 哎呀 端着汤给姚送汤 好生气呀 一直在照顾姚呀 找到了 好 彰显了她的绅士风度 叫铁汉也有柔情的意见 对 哎呦 谢谢你 还要给谁 哎呦 给你的 快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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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安静 别往 别往 给指来了 谢谢爸爸 真好 你怎么那么乖呀 谢谢 谢谢 威妮 给我一张纸好吗 谢谢 我突然间这么懂事了 是因为来了一个新同学吗 嗯 你还认识她吗 我天 这是你家孩子 这是我意想不到的 给她家做服务 我天哪 发了一圈纸 照顾新朋友 你看这些 你们的友谊太深厚了 威妮一向喜欢交新朋友 所以看到新同学来了以后 就特别兴奋 新同学是独裁独裔的 所以不知道她们的这个领唱呀 以及我们整个的演出 会不会发生变化 对吧 马其妖会对这个班级 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对我们的营队 带来什么变化 孙老师 我看你这个腿脚还是这么利索啊 那当然 我经常能参加晨练跑步 还经常能补干 怪不得 那我以后带你参加晨练 跑跑步晒晒太阳 让身体产生维生酥地 钙能吸收的更好 没问题 冰冰营长我想用一次求助机会 有什么情况吗 昨天因为唱歌打了小桃 我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 想给桃子道个歉 这样啊 妈妈有这样的反思很好 但也不用一次求助机会 建议你用其他方式表达道歉 比如你可以写下来 由我斩交给王涛教官 那我录一段语音给桃子放一下吧 没问题 我一会儿去找小桃聊聊 我还是想用一下 我想跟桃子道谈一下 就是昨天晚上嘛 其实也 昨晚因为她看电视嘛 看完之后我们说 我们洗澡洗头吧 她说好 然后我们洗澡洗头的时候 我说 顺便咱们来唱唱歌吧 她就磕磕磕磕的 就是唱不下来 就是因为中午的时候 其实已经交过她了在车上 不会说她第一次被不下来 我就发火 就我就是 已经是 到了第三次 再去跟她尝试 我发现她整个人 是排斥和抗拒 背诵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真的觉得有点发火 她就是唱不上来 唱不上来 我就打了她 她给我的感觉是 在没有我的时候 表现得很好 很棒 她经常很在意我的看法 但是我又很少给她一些肯定 然后我就觉得很内疚 桃子 今天老师观察到 你在那个唱歌 我们在试唱的时候 你边跳边唱 我自己谁边跳 真的 自己随便跳跳这么好 那你知不知道 你今天表现这么好 有谁看到 你看我眼睛 你猜 谁看见了 妈妈 你的妈妈看见了 她看见你表演觉得特别好 所以 她给你 说了一段话 让老师放给你听 好吗 桃子 妈妈昨天晚上 音笔唱歌的事情 打了你对不对 妈妈心里也很内疚 很难过 妈妈知道错了 桃子 妈妈下次再也不用这么激烈的 方式对待你了 也不再逼你了 也不再逼你了 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 因为昨天晚上 她就教了我哥 如果我歌词又忘记的话 妈妈会打我屁屁 那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 妈妈我不想你再打我了呢 她还会答应 妈妈说再也不会打你了 妈妈以前说过这种话吗 说过 那为什么妈妈说过了 还是会打你呢 她随便我的呗 她骗我的呗 她骗我的呗 我跟你讲 爸爸你不要觉得妈妈骗你 你要跟妈妈说 妈妈 你既然说了 就是不再打我了 就不要再打我了 好吗 好 天哪 我们跟妈妈一起留个言 好不好 妈妈我听到你的语言了 我 你下车道歉你就别再打我了 妈妈 妈妈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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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桃子天哪 好好好 你今天晚上好好睡觉 然后我们相信妈妈 就不会再打你了 好吗 孩子 成长过程中 习惯暴力 长大会享受暴力 强迫 强力 是没有用的 我觉得 真正的 感动和改变所有人 是像水一样的 包容和爱 对 怎么了 怎么了 女儿太可怜了 你不要这么好奇 她刚跟我说 她说妈妈不再打我了 我说那你相信 她说妈妈常常这样说 不要这样 她已经很完美了 你知道吗 你有天会很后悔的 不是不是 对 我知道你特别希望她好 但是你知道吗 她已经很患了 有一个问题就是 她习惯了爸妈 她会找到男的就是什么 爸妈打得太狠 她就对这个东西 她有一种习惯感 你就想这个 你一定不可以再打了 好不好 好 明天见 妈妈 我下车 你跟我道歉 你就别再打我了 妈妈 我爱你 然后就让我觉得 这个特别难过 就是因为我是那种 我原生家庭也是这样 就我妈妈也是比较凶 比较 比较强势的女人 我高二的时候还在打我 然后高二有一段时间 我成绩很差 我妈妈把我的书 全部扔出去 然后说 别读了 你别读了 她对我的教育也非常强势 所以导致呢 我对自己的要求 还有对陶瓷的要求 也很高 可能我觉得原生家庭的 宽定很大 我今天已经尽量在收了 但是这种 骨子里的这种强势 还有这种 就是说一火一上来 很能压制住 真的 真的我觉得也对她很抱歉 所以我真的也想见一下她 等一下 妈妈不想 我想救你这么多好不好 那我下次不打一遍 好吧 好 我拿够好了 我每个手就都拿一遍够 好吗 我每个手就都拿一遍够 好吗 我每个手就都拿够好了 爸你一会儿就开始教育 好吗 加油 黄小桃妈妈采用的教养方式 就是心理控制 心理控制有三种典型的方式 是我们很多人都会遇到的成长经历 一是爱的收回 比如对孩子说 你不这么做 我就不爱你了 二是引发内疚 指出孩子的表现 令自己失望 难过丢脸 引发孩子的内疚感 三是速裂父母的绝对强威 要求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再在父母的角度 心理控制简单易行十分有效 但对孩子伤害很大 短时间内孩子可能很听话 但从孩子的长远发展来看 可能会造成孩子 诸如压制自己的内心感受 外在表现和内心不一致 在青春期逆反 成人后不善处理亲密关系等问题 父母一定要记住 教育孩子没有激进 一定要耐心和细心 妈妈说我 她以后再也不打我了 我相信妈妈 我爱妈妈 今天晚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晚上我们要干嘛 解释 你们要棍得起个艺术掌的人 跟你们办 加油 这段经历可能就是她以后 可以回味的财富 小红筋 太帅了 穿着这个小红筋的衣服 会在她的心目当中埋下一些种子 这就是我们传承的一种意义 不要小看我 这个我 就是你自己 特别听话 很会安慰她 我也认为爸爸 我无法打开她心里大的门 精彩的表演马上开始了 还有点紧张 我的天 高老师上台了 快快快 大家等着呢 动作太慢了快一点 不行 不行 第一段由菲比演唱 我想自己来唱 你挡住我了 对吧 不要把我的计划都说出来 我是唯一蒙在鼓里的人 你不需要知道 我不需要知道 今天的晚会现在正式开始 人类大脑系统中的理智脑 在25岁左右才能完全成熟 因此 家长不应该去要求孩子 自己处理情绪问题 而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 首先 我们要和孩子 建立起一个情感的沟通 其次 我们要引导孩子认知自己的情绪 在讨论的过程之中 更多的精力 关注在情绪本身 一味的否定 会让孩子产生认知偏差 对他未来的情绪表达能力 会有一定的影响